99层发表,转VBA的部分,其实就一个Sub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写那个VBA层次 其实就是开启那个Excel里面的Vizobay 其实还蛮好找的,这边点一下就有了 那你连装都不用装,而且你连设定都不用设定 直接打开来就有了,OK 那只是说以后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记得一定就是在哪个呢? 一定要在模组里面写一个Sub Sub名称放这里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再写第二次程式 我不用像Python一样,我要再New一个Module 再写,你就直接怎么样?再打一个Sub就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以哪个例子,像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里面我们前面有H 那个输入年龄的逻辑判断 那如果在VBA里面要做年龄的逻辑判断的话 那特别注意可能会有几个地方可能要转一下 Input的话 我把它改成要Input Box 然后呢 这个Print的部分的话呢 我用那个Magic Box 所以这一段,也许我们在 底下VBA我这边有一个写好的程式 也许你们如果想要试的话 可以直接到第二个单元里面的第六页 可以把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Ctrl-C 那我的名称叫IF,底线H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九九层法表End Sub的下一行 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就已经把这个程式把它做输入了 那里面至于哪些细节部分不太一样 可能请各位稍微比较一下 包含哪一些呢 你会发现IF 在Python 里面就是一样 只是说呢 VBA 的IF是大写开头 然后呢,后面呢 它这边 Python 里面是冒号 可是这边是用Zen 那Python 里面是LIF 可是它是L加SE 多一个SE 然后其他这边好像冒号改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 那else 没有冒号 Python 有冒号 其他大体上还有一个End IF VBA 会需要一个结构的结束 需要一个End IF 其他都一样 OK 那我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要做年龄判断 有没有 请输入年龄 那这个就Input Box 那在Python 里面是直接跳Console 直接是输入了 我帮我们这边30岁好了 那Enter 30应该是青年 所以输出的话呢 在Python 是输出到Console 可是在VBA 里面是Message Box 讯息就这样的 有没有 青年 按确定就离开了 就没有 回到原来的程式里面 大体上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你们如果有兴趣同学 不妨可以做一个测试 那底下的话呢 当然我刚刚有提到有关输入 你可以用Input Box 输出可以用Message Box 但是呢 在Essale里面还有一个优点 因为Essale本身 就可以做资料的输入跟输出 所以我底下这边 我有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这一段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的输入跟输出 不要Input Box 跟Message Box 我可以怎么样 改成用什么 用Range 所谓的Range 指的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Range B1 里面后面放一个字串 意思说我资料 Input 从这边Input 那Output 的话呢 我可以输出到这边 输出到B2 这边Input 这边Output OK 最后旁边当然还可以甚至加一个按钮 比如说呢 我可以 假如我用这个程式 再切到这个 第二个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 输入我不用像刚刚那样 我要做一个 在Essale里面直接输入的动作 比如说这边 这边的话我可以 在这边开头打一个 请输入 直接就打在上面 年龄 年龄 冒号 然后呢 这个有没有 平云 OK 类似像这样 我可以看一下 对 然后呢 输入在这里 输出在这里 当然你如果要把它做漂亮一点的话 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稍微再拉宽一点 然后最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怎么 常用里面 可以自己再把它画个框线 不过这些都是只是锦上添花的 你可以怎么 来画个红色的线 内框外框 OK 然后这边的话也许可以 再加个底色 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刚刚这个写好的 这假设你已经写好一个 Range的输入输出 这个部分 你可以最后把这个Sharp 变成一个按钮 比如说按钮名称的话呢 我可以叫做这个 然后把这边名称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这边来 把它拉宽一点 不然这个宽度不够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当我把年龄输入到这里 比如说16岁好了 然后当你输入完年龄 这个是Input 然后你按一下按钮 它会帮你把评语做输出 有没有未成年 有没有 Input在这里 比如我输入30 然后我再按一下按钮 有没有变轻年 那也就是说 我除了可以用Input Box 跟Match Box 做输入输出之外 我可以把程式怎么样 改成就是说 我输入的资料呢 是从这个储存格 丢到这里来 帮我放到这个变数里面 输出的话呢 我就直接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也就是说 把Excel 当成是一个输入输出的界面 可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啊 这一点说真的 Python是做不到的 OK 因为Python里面 没有Excel 除非说 将来 这个Visual Basic 不见了 它变成一个Python 那就可以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最近微软 之前一直在 在问 发一些问卷 问 人家我有说到 要不要把 那个 Office里面的VoBet 改成Python 真的 然后呢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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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已经好像 蛮 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最后我看到 网路上的新闻是说 这件事已经 确定是要了 但问题 一直没看到 新的版本里面 变成Python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希望 不然我要重新 我以后要怎么办 那我那个课不就废掉了吗 对 不过当然理论上是这样 但实际上什么时候会发生 也不知道 会不会发生 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有可能 不过当然就是做好心理建设 没关系 以后我们全部都写Python 所以你现在写了Python 以后也不用装环境了 以后我们就打开Excel 打开就有Python了 就可以写Python了 是不是好事 刚好走在10分 所以你写Python 是不在必须的 10分 可是问题 你要想说 有些东西有个技术出来 不见得马上就普及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说你office 你所有的企业 最新的版本 假设2021好了 你怎么可能所有企业一下 全部用 现在有些企业里面内部还在用Excel 2003 对不对 那等到这个技术全面被使用的话 你看现在在用203 17年的东西 对不对 要全部到普及的话 那也不是马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东西 有些技术 应该可以讲说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就是它不会马上消失 它还是有需求 所以那一天上课学院有人还在写Cobo Cobo知道这东西吗 可能有些同学连听都没听过 这个技术是40年前的技术 还是有人在用Cobo 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旧资料 你还是非得要用那个技术 除非有一天它整个没有用到这个技术 不过也不知道哪一天 只是越来越少而已 不是没有 OK 那会不会有这种人才需求也会有 只是说变成说你就是一直在维护旧的东西 你就不会产生新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两者之间的差异 才会做个比较一下 那最好是说以后不管你现在用哪一个新的技术 那对我们而言 就对我而言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没关系你先用Python 没关系我用Python去弄 反正不也是一样的东西 最重要是你要理解 到底两者之间的技术差异点在哪里 OK 那如果你可以掌握那个关键点 那反正没关系 我就照着那个同样的逻辑 我就重新写改一下而已 你说刚刚那个语符有没有 只是语法差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语法改一下嘛 那我只要记得什么 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马上可以做翻译 没什么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那两者之间同样 会有逻辑的这种判断需求 也会有回圈的重复需求 所以两者之间 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OK 那试一下这部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 有关回圈的叙述 反正在今天至少就是 要把那个回圈叙述 像Fore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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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至少你要了解 而且要熟练 另外的话呢 有时间的话 如果程度稍微比较好的同学 可以尽量量量 两个VBA跟Python 两者之间的差异点 也把它抓出来 然后也可以把VBA的部分 也顺便可以把它熟悉一下 比如说我们有写过Python的范例 那VBA也可以试做看看 OK 最好是举一反三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你才有办法 就是不管哪个工具 可以掌握它的最重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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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技术 OK 哪怕是那个技术 你即便 你没学过 不过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差不多 像那个 Google现在也推一个新的程式语言 那我们Calling 还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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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怎么 Calling OK 类似啦 反正它那个东西也是 也是新的 现在虽然看起来像新的语言 但实际上 基本的东西都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用它的话 反正我再看一下它一些关键的点 马上应该也可以写出对应的程式 再Run一下 摸一下 基本上应该就可以很快上手了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这个部分是放在 这个第二个单元 在第二个单元的 第 应该是第六页跟第七页的地方 这边也有一个VBA部分